2022有爱智者社区相伴让伴台湾花联场 10月22号热情开走 由慈禧院和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串联了社区据点还有友善商家 及民众志工等等超过400人 一起参加这场失智症宣导活动 也提起大家来关心这个日益严重的失智症议题 国际失智症协会推估平均每3秒 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 预估到2050年 全球失智症人数会增加到1亿 3500万 因此在吉安相公所指导下 由社区医院老家协会 串联了社区据点友善商家 和社区民众志工团体等将近400人 参加了2022有爱智者社区相伴 让伴台湾花联场的失智症宣导活动 今天的活动最主要 我们是希望透过社区民众 透过社会大家一起来关怀 一起来伴伴这些失智症者 来让他们感受到 有爱社区 有爱自主 让这些长者对失智症者 可以感受到社会上 一个大家对他们的一个 陪伴的力量 因为我想对失智症者 这个治疗最好的权料 就是一种一般的 需要所有的长辈相亲 健康乐活 快乐的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呢 休闲快乐幸福对不对 谢谢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我们的镇长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志工 牵起工部门的服务 花林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表示 以往经常发生照顾失智症 个案走失的情形 透过社区的友善商家 通报协助巡回 因此呼吁大家集结整个社区力量 关注每一位生活周遭的长辈 一起来建制失智友善社区环境 可以有效预防长者发生意外 让老大人们可以很安全安心的度过晚年 借吕惠奇恩相报道 到处理想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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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